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真是没有想到猪骨苹果这样炖煮,营养那么丰富 我家老公每天点名要吃的 比去任何的保养品还要好呢 我们先来准备大骨头 大骨头要选择新鲜的骨头 这样带血水的 无论是我们怎么烹饪,口感比较好 大骨头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还盖了很多,很多老年朋友们爱吃大骨头 因为大骨头,营养又好吸收的 这个大骨头,我花了是三元钱买的 个头又大,肉又多 很多朋友们在做排骨,炖大骨 都喜欢把排骨焯水 其实焯水的排骨,去除了一些鲜味 去除了营养,并不好吃的 我们可以不焯水排骨大骨头 同样可以把血水全部去除 我们先把大骨头放入一个大盆里面 方便清洗 来一勺面粉,再来一点食用盐 我们来抓拌抓拌 多抓拌一会儿 食盐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而面粉就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大骨头里面的血水全部吸附出来 很多排骨的肉类、鲜物来源都在于血水 来回来抓拌抓拌 可以很好的去除血水 去除异味 这样排骨不需要焯水的 只需要清洗干净即可 清洗这一步一定不要错过了 好好的清洗清洗 我们来抓拌抓拌 来看一下 像这样手比较粘稠 并且这个排骨已经很粘了 像这样就可以 加入清水 我们来抓拌抓拌洗一洗 排骨已经洗好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骨头真的是很干净 几乎是一点都不红辣 也没有血水 像这样洗过后的大骨头 无论我们怎么烹饪 没有腥味 血水去除 真的是很香的 又鲜美味道 而且营养也不会流失 以后无论是什么肉 我们在吃之前 可以这样来回的洗一洗 就能够去除异味 或者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把大骨头 提前用冷水浸泡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同样也可以去除血水的 我们把大骨头控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 控干水分备用 准备一点生姜 切成薄薄的片 大葱 大葱切成小段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锅里面油热 我们把大骨头散到锅里面 炒一炒炒香 大骨头炒好了 看一下金黄金黄的就可以 我们加入热水 我们加入葱姜 去味增鲜 大火焖煮三十分钟 我们来准备一小棍的山药 这个山药是大的山药 也可以用铁棍山药 大约准备三百克 不要太多 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多吃山药 煲汤喝或者是烹饪都不错 我们把山药改刀 切成滚刀块 大小适中 受热比较一致 山药放入盘中 加入清水浸泡着 防止山药氧化变黑 再准备两颗成熟的苹果 苹果尽量选择红红的 这样成熟比较高 它的口感更香甜 而且更有营养的 苹果好多人都爱吃 我们把苹果放入大盆中 加入清水 我们来洗一洗 把苹果切洗干净 洗干硬的苹果对半切开 再分成小块 去除的干干净净 再把苹果砍刀 切成滚刀小块 放入盆中 用水浸泡着 防止氧化变黑 我们来准备几颗红枣 加入清水 再来点面粉 我们来抓一抓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是一种非常滋补的家品 每天都要吃几颗红枣 特别是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每天都要吃上几颗红枣 红枣沟后的灰尘是比较多的 半毫清洗 加入一勺面粉洗 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红枣过后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写的红枣是比较干净的 来回来抓拌抓拌 清洗干净 准备几颗茯苹 我们来洗干净 茯苹看似干净 但是有灰尘杂质 我们使用之前要好好的洗一洗 茯苹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食品 我们可以每天泡水喝 包上手放几颗茯苹 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身体的 抓拌干净 再准备适量的芡汁 这个芡汁是我打细腻的 我们来把芡汁淘洗干净 抓拌抓拌 30分钟过去了 大锅头焖得差不多了 这里面汤汁奶白奶白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血水 也没有腥味 再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再继续焖煮 20分钟 把食材煮软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深厉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时间到了 菜色的焖煮好了 食材都软烂 我们加入一勺盐调味 别的食材不要放 这样喝起来汤鲜未美 食材又好吃 再加入一点葱花 点缀增香 美味即成 汤鲜未美 营养又好好的大锅头苹果汤煮好了 家人朋友们看看怎么样 夏日的鲜屎 枸杞 还有茯苓 红枣 苹果 山药 大骨头 营养真的是特别的丰富 这些食材混合到一起 包成了粥 经常喝一喝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的 特别现在的天气很寒冷的 我们可以喝一些汤汤水水 可以喝好的滋补身体 营养丰富 这样炖着大骨头汤呢 做法也很简单的 汤鲜未美 真的是特别的好喝 做法又简单 喝一些汤水又暖和 暖心暖胃又暖身 从暖到脚的 一整天暖暖喝喝的 一点都不冷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有大家更新的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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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